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人生如果没有跌落 就不会看清一些东西 你只有什么都不是了 才可以彻底感知人世的冷暖 好多人 一下子就散了 好些面孔 一下子就陌生了 你发现 比生活变得更快的 永远是 人心 你也许会伤心一阵子 但生活以这样的方式 为你留下了 这一辈子最值得交往的人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马德 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龙应台老师的一篇散文 普通人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节目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静波频道 没想到 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 台湾南部乡下小镇 半夜十二点 十字路口 一家二十四小时的豆浆店 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了 三晶半夜 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 看着平底大锅上锅天在滋滋的煎烧 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当中弥漫 脆脆的油条 松松的烧饼 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 全在眼前 忙碌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 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 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 这简陋的小厅 就像一个光亮的橱窗 正在展出生活的温序和甜美 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 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 用力拍了他的肩膀 说 怎样 我们来赌吧 赌你们 赢我们六十万票 喝豆浆那人抬起头 半认真 半玩笑地说 嗨 八年都给你们玩光了 还要怎么赌啊 穿拖鞋的愣了一秒钟 然后陡然变脸 冲口而出 你娘的 你们外省的 滚回去 喝豆浆的跳了起来 看见那穿拖鞋的已经抓起了凳子 高高地举在头上 马上要砸下来的千钧泰势 他也红了脸 粗了脖子 怒声回说 谁滚回去 跟你一样搅睡 你叫谁滚回去 穿拖鞋的高举着凳子 就要冲过来 旁观者死命拉住 他挥舞着凳子大吼着 不是台湾人 给我回去 那外省的 这回我看见了 他也穿着拖鞋 边往外走 边用当地的闽南语回头喊着 好啊 台湾人万岁 台湾人万岁 我一直紧握母亲的手 附在她耳边说 他们是好朋友 他们只是闹着玩的 母亲已经无法明白 那两个人在说什么了 她相信了我的解说 只是皱着眉头说 玩得这么大声 小孩一样 不像话 我把油条分成小块 放到热豆浆里浸泡着 泡软了 再让它慢慢地嚼着 回到家 反正睡不着 打开计算机 看网上新闻 德国的报纸明镜 首页报道这一作 从医生到歌剧演员 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 都曾是二战时 屠杀犹太人的帮手 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 参与其中 一个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快要出炉 明确指出 现代社会的国民 可以在一个邪恶的 政权领导之下 做出可怕的事情 马特纳 一个维也纳来的小警察 1941年 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 他参与了 枪毙2273名犹太人的任务 他当时给他的妻子写信说 执行第一车人的时候 我的手还在发抖 到第十车 我就描得很准了 很镇定 我把枪 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 还有很多婴儿 我自己 有两个小宝宝在家 可是我想 我的小宝宝 要是掉到眼前 这批人手里 可能会更惨的 二战之后 主流意见认为 这些丧尽天良的事 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 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 做出的 这样来理解 让人比较宽心 因为 一般善良的普通人 是不在其中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开始进行的 这个大型研究 却有重大发现 具体证据显示 起码有二十万 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 是罪行的执行者 不同宗教 不同年龄 不同教育水平的人 都有 天色 有一点点灰亮 大午山美丽的棱线 若有若无 混在云里 淡淡地浮现 滴溜溜的鸟声 流转进窗来 豆浆店的人说 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 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 一个是中学老师 本来是不错的朋友 可能喝了点酒 也许过两天就喝好了 也说不定 可是 我感觉 私私的不安 毕竟 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 薄弱 混沌 而且 一扯 就会断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很爱你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我在意你 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那时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火 打开离 打开离笔是你所握的心结 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 就干了 就干了逃美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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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 却能并被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 却付出了热情的生命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 什么时候你才会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就跟他谈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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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我爱 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深的一段情 叫我思念到如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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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